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百貨公司內 每一件商品都標有價錢 每個商品都標有價錢 試問 一 商品對應到價錢 此對應關係是函數關係嗎 每一個商品只有一個價錢 所以這是四 而且每一個商品都標有價錢 所以這是函數的關係 那價錢對應到商品是不是一個函數的關係 不是啦 為什麼 因為可能一個價錢會對應到兩個商品 一個價錢它有可能對應到兩個商品 所以這是不是函數的關係